2013年3月初 有两兄弟在Facebook开设专业 寻找其失踪的相亲 但是有关的事件上报后翌日 警方即驱捕当中的弟弟 揭发了报称失踪的相亲早已遇害 而且尸体遭到肢解 案件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死者的幼子最后被判两项谋杀罪名成立 依例判处终身监禁 事件发生在2013年3月初 Facebook上出现了一个名为 失踪的爸爸妈妈专业 由一对姓周的兄弟所开设 希望透过社交网络 寻找他们失踪的相亲 他们报称父母在2013年3月2日 回大陆玩了两天之后 就失去了中营 专业提供的资料 指失踪的父亲 当时身穿深蓝色背心 长袖褫衫和猴仔褥 而母亲身穿浅色蓝衫及猴仔褥 两人昆明这个邪背袋 两兄弟于3月7日到西区警住报案 事件在2013年3月14日 由苹果日报报导 引起网民讨论 报导指警方在3月12日通知兄弟二人 其父母并无出警记录 两兄弟事后翻查父母房间 发现两人的护照仍然留在家中 唯独不见了回乡症 两兄弟又将父母银行传接拿去打布 发现这几天来 户口的出触沿风不动 他们又表示 妈妈每次外游都会交代清楚行踪 当中幼子周海良 在苹果栋新闻里面的片段访问之中 表现出忧心戚戚 究竟妈妈去了哪儿呢 可以做的 我们都做了 周海良希望市民协助尋找相亲 3月15日的中午时分 网上即时新闻报导 警方在大角嘴各场街 发现两具尸体 初步相信是失踪的夫妇 警方也同时拘捕了两名男子 包括失踪夫妇的幼稚周海良 和他的朋友谢春记 警方全日 在现场搜集证物及处理尸体 并在晚上 在住宅的雪柜之内 沉忘两名死者的头脑 据报导 疑控周海良在警方面前 承认杀死父母之前 他曾经在线上游戏 铁拳组群及WhatsApp上 向亲友率先自首杀死了相亲 有关沉亲的书籍及报导见报之后 网民热烈讨论 并在市主提供的资料里面 推测失踪夫妇的相亲 据称 智商高达126的周海良 杀人前 购买雪柜 防腐剂 刀具 还研究人体放去及解剖学 而他的朋友 智商只有84的 謝津琪 就是他的帮养 成为周海良的杀人妻子 周海良被捕后 他自称心里变态 沿用謝津琪将他父母 枉杀和自戒 结果两人割避空两项莫杂罪名 在空暗曝光之后 大部分的网民得适以空为幼稚周海良 均大感惊讶 之后的讨论 集中在周海良的核心动机 绝大部分的网民都不明白 为什么这人可以这么忍心向他的父母下毒手 都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灭绝形成 网民也认为周海良在范往后的一切部署 包括和他哥哥 讲大话和父母失踪 设立沉亲的专业 以致职受传媒的采访 更在栋新闻镜头面前 冷静诚恳地呼吁外界协助沉亲 在整个过程里面 他想翻起 确实令人心无 案件在2015年3月裁决 结果出人意表 陪审团一致裁定死者 疑似周海良两项谋杀罪名成立 而谢春琪谋杀罪名不成立 当定释放